第四十三屆青龍電影獎昨晚在首爾舉行 主持人再次由劉演習金蕙秀擔任 這家女主角更由湯瑋拿下 讓整場頒獎典禮驚喜不斷亮點滿滿 其中也邀請到新人女團IVE擔任表演嘉賓 帶來熱門歌曲Love Dive Afterlife 成員幾乎開麥唱跳連喘息聲都聽得很清楚 TUNCD的實力再次獲得讚賞 IVE擔任嘉賓 不過台下演員們的可愛畫面卻意外成為焦點 兩位歌手出身的演員IU和潤兒 在IVE表演時剛好要入座 因為害怕擋到觀眾的視線 兩位女神一起提起長裙 彎著腰用小碎步快速入場 超有禮貌又可愛的螢幕被粉絲拍下 讓網友直呼不愧是最佳前輩 IU和潤兒近幾年在戲劇方面的表現都十分亮眼 兩人也都在這屆青龍獎中拿下人氣明星獎 期待不久後能再看到兩位女神的新作品喔